鉴定一下网络任何美食视频 看着不难啊,咱们试一下 让公主买好,记住这个间距每个两厘米 进烤箱 人家可说了125度30分钟 我这10分钟就变色了,赶紧给拿出来 看着和原视频一样啊 心里还美呢 我这烤箱牛啊,10分钟搞定了 接下来晾凉就行了 你看我这个 就这么晾了,俩小时 公主光顾了无数次都没变硬 然后放了冰箱一碗 这回够凉了吧,第二天还是软的 什么是暖心主播 把你要碰到的问题已经想好了 按人家说的进行复烤 金花糖软就是还有水分 我用了加热键烘烤了2分钟 让它更好的脱水 发现因为你2厘米的间距太小 都沾一起了 对于我这不爱吃甜似的来说 非常好吃 如何一气呵成的把这做好呢 间距控制在3厘米以上进烤箱 我这种小烤箱用加热键40分钟 效果最佳 烤箱的大小决定了受热和恒温 直接影响到食材 原视频那仨大烤盘 足以证明这烤箱的贵气 出炉了 间距合适 不粘不粘 迅速把自己爱吃的摁上 这我推荐西梅蜜腱和咸味小饼干 时间不用长 放凉20分钟就硬了 这条视频有小30个人爱的我 都受累了啊 咱们下期见 甜吗 甜 导音